讓我們一起同心低頭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我們滿心的感謝你 在這個主日 神祢再次的帶領我們來到神祢的殿中 神我們原是不配的人 我們滿身的誤會 但是神祢將你的獨三子死下 為我們眾人的罪 祂被定在十字架上 神 我們感謝你 因為耶穌第三天從十里復活 讓我們所有人的生命得以更新 讓我們能夠重新再成為新造的人 我們來到神祢的面前 領受這白白的恩典 神 感謝你 你也教導我們 我們當作一個智慧人 我們必須要每天數算神的恩典 我們要愛惜光陰 我們要常常被神的聖靈所充滿 我們每天要活在主的道路上面 神 但是我們在這貝利的世代裡面 我們看到這個社會的混亂 我們每天都非常的心痛 我們看到執政者 我們看到掌權者 沒有在為這塊土地上面 來努力 來保護的時候 神 有時候我們感覺到非常的無力 但是我們看到神 你興起一些人 不管是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年輕的 年長的 他們默默的在為這塊土地 在努力 在奔鬥 神 恳求你特別的保守 我眷顧這些人 無論他們在神樣的角落當中 神 靈的靈就與他們同在 堅定他們的角度 勇敢他們的心智 讓他們知道 他們所做的都是神 靈所應許的 當我們在這世代的時候 我們常常要選擇 站在左邊 站在右邊 站在掌權者 站在下面 但是神 我們知道 我們靠哪一邊 都不對 要選擇是 站在神裡這一邊 賜給我們智慧 我們知道怎樣去分辨 什麼是合神心意的 什麼是神裡所喜悅的 神 我們知道 我們是一個軟弱的肢體 常常我們的身體 我們會有病痛 但是神 越是讓我們在病痛的時候 我們越知道我們要依靠神 因為我們這軟弱的躯殼 我們實在不能做些什麼 原本我們以為我們是剛 但是一旦我們遇到疾病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有時候 我們有腿不能洗 我們有手不能夠拿 我們有口 卻開不了口 神 我們知道 我們真的實在不能夠誇耀 自己任何的事情 我們應當謙卑在神的面前 放下自己 順服在神的手中 臨受神的完全的恩典 神 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世上的日子 是有限的 神 我們在這個禮拜裡面 我們也有兩位弟兄 正光人弟兄 以及成義兄弟兄 他們的母親 離開著世上 神 我們也為此 我們一起來 與他們同樣的懷念他們的母親 也求神你親自的 查去他們的眼淚 我們當親人離開的時候 我們心中有很多的不捨 也很多的難過 也很多的難過 但是我們感謝神 因為我們是信經 我們是有神的人 我們知道我們的親人 他們是與神同在 他們在天上已經 離棄了這地上 一切屬世的事情 他們不再承受這地上的苦 身體也不再承受這些 難以忍受的事情 神謝謝你 也求你保守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世上我們懂得 數算自己的恩典 我們每天活在神的光照當中 我們每天被神靈的靈充滿 我們知道我們的道路要往哪裡去 我們走到哪裡都成為新鄉之際 能夠從我們身上看出神你的形象 看出你的東光 也能夠吸引更多人 一起來跟隨著你 神 我們更感謝你在今天 鴻傳道再次回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非常感謝祂過去給我們的很多的教導 以及對教會的付出 但是我們相信神靈必定在重用祂 不論祂走到哪裡 都要帶給那個地方祝福 也感謝祂今天再次回到當中 要與我們一起分享神靈的信息 也求你保守我們 安靜我們的心 臨受神靈所要給我們的教導 讓我們的生命再次發光得利 我們這樣的同心祷告 都是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這時候我們一起來看聖經 今天所要看的是 記載在以佛所書 第五章第十四節到第二十一節 以佛所書第五章第十四節到二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看神的話語 第十四節 所以主說 你這最早的人當行過來 從死裡復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的 你們要謹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當像智慧人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不要做糊塗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當用詩章 宋詩靈歌彼此對說 口唱心和鼎讚美主 凡事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常常感謝父神 又當純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接下來我們要將時間 交給我們的紅傳道 他今天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活出得勝的生命 活出得勝的生命 親愛弟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今天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活出得勝的生命 在中國有一句成語 它叫做 陸陸無尾 陸陸無尾 陸陸是什麼意思 這代表你很忙 你很辛苦 你每天都需要做很多事情 可是呢 重點是在後面那兩個字 什麼是無尾 就是呢 你這麼忙 可是呢 好像也沒什麼作為 親愛弟弟兄姊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活出陸陸無尾的生命嗎 你覺得你每天都過得很忙嗎 我們在前陣子搬去新宿 那之前呢 就有一個媽媽 她說她在帶兩個孩子 那她就說 帶兩個孩子 真的很忙很忙很忙 可是呢 她告訴我說 可是當她每天晚上要睡覺的時候 她會覺得她今天好像 也沒做什麼事情 可是她就會覺得她每天都很忙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在忙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你忙完好像也覺得 我哪個家啊 什麼事情都沒做 好像什麼事情都沒做 可是 你覺得你很累 你的精神也很累 你的心也很累 古人造智很有智慧 當他們在說忙的時候呢 她旁邊又一個 左邊用一個心 右邊用一個望 當你在很忙的時候 你的心有沒有因為你很忙 就跟著 可能你家庭也沒有去關心了 可能你朋友之間的關係 也沒有去關心了 在古代的 美洲的印第安人 他們有一個想法就是 當他們要去旅行的時候 他們走走走走走 走到一個地方 他們一定會休息 或者是他們會在那個地方 紮飲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如果走太快的時候 他們的靈魂會在後面沒有跟上來 所以他們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坐下來 然後休息一下 他們覺得 我的靈魂應該跟上來了 他們就會繼續往前 不然他們會覺得 他們是一個有體無魂的人 因為他們覺得 當他們太忙的時候 他們根本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們知道要休息 所以當我們從古人 跟印第安人的智慧裡面 告訴我們 當你跑太快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得到什麼 你的生命有得到造就嗎 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請大家現在 把眼睛閉起來 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可能等一下過幾分鐘後 主就要把你接走 那主要把你接走的時候 你會跟主說 我還想做什麼事 當主要把你接走的時候 你要跟主說 求你再給我一段時間 你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用一段時間 我們去想一下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你最欠缺的是什麼 在你的家庭嗎 或者是在你的信仰 當主耶穌再過幾分鐘 就要把你接走的時候 你要跟他距離力爭說 我要再活一段時間 你要跟他說什麼 好我們一起張開眼睛 主耶穌要對我們說一段經文 我們做生命的思考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一定會 想到兩件事情就是 在我們的家庭跟我們的信仰 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有什麼還沒有做 在你的信仰裡面 你有什麼還沒做 主耶穌說 你這睡著的人啊 當醒過來 從死裡復活 基督的光 就要 基督就要光照你的 你這睡著的人 在以前你過去的生命裡面 你覺得你在信仰上 有沒有已經睡著了 你在你的家庭裡面 有沒有已經睡著了 以前回來看到孩子 會覺得好開心 回來看到你的先生 會覺得好幸福 回來看到太太 會覺得他真是辛苦了 你多久沒有這樣的感覺 你在信仰裡面 你多久覺得 沒關係啦 今天禮拜就是在家裡 休息一下也可以啊 幹嘛一定要去做禮拜呢 還是你覺得 我一定要到神的面前 我一定要渴顧他 求他在我的心裡面 親愛的弟兄姊妹 怕我們在上禮拜是復活節 你有經歷復活的生命嗎 如果沒有 在這禮拜趕快下定決心 活出一個復活的生命 但是決心絕對不是盲目行動 決心絕對不是盲目的設一對目標 在一個森林裡面呢 我們知道 森林裡面有很多動物 那在很多動物裡面呢 他們有一個規定就是 他們也要跟人類一樣 要當兵 很多人都不想當兵 可是呢 我們知道要當兵之前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體檢 如果體檢不獲 就不用當兵 那這些動物呢 就開始在想 我要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體檢的人呢 就是一隻猴子 那這一隻猴子呢 他是第一個體檢 收到病單的人 他就想說 嗯 怎麼樣我才能不去當兵呢 猴子就想說 嗯 我把我的尾巴折斷 他就一然就一然的 把他的尾巴折斷 然後呢 第二天他去體檢的時候 君雞就說 啊 你這個長障嘛 不用當兵 所以呢 他就回家 他就不用當兵 那第二個人去體檢的人呢 是誰 是兔子 兔子呢 就想 啊我還不想當兵呢 那兔子就想 嗯 猴子把尾巴折斷 那我有 長長的耳朵 所以呢 他就把他的耳朵折斷 第二天去體檢的時候呢 怎麼辦 君雞就說 啊 你這個長障嘛 你這個也不用當兵 那第三個人呢 收到的是誰 是一隻灰熊 這隻熊呢 就想說 嗯 猴子呢 把尾巴折斷 那兔子呢 把耳朵折斷 可是我怎麼辦 我耳朵也很短耶 尾巴也沒有耶 那他要怎麼辦 他就去跟猴子 跟兔子商量 欸怎麼辦 你們幫我想個辦法 那這個猴子呢 就說 好 那我們幫你 我們把你的牙齒 全部都打斷好了 所以呢 他們就忍痛 把牙齒全部都打斷 第二天呢 灰熊呢 就去做體檢 然後回來 他就一直哭啊 然後猴子跟兔子就問他 你怎麼一直哭 你知道灰熊說什麼嗎 灰熊說 他說我太胖 不用當兵啊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在下定決心的時候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決心不是盲目的行動 決心不是去做你很想 但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 決心不是去做什麼事情 保羅說一句話 他說 我是功課幾聲叫聲服我 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一個征服者 他就說亞利三大 他在征服所有的土地的時候 有一個人問他說 欸你好厲害喔 你怎麼可以征服這麼多人 這麼征服這麼多的土地 這個亞利桑大只有說一句話 他說 當我要去征服這些人的時候 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先征服我自己 所以我們知道 當邁克阿瑟在他的小 為他的小孩子祈禱的時候 他說 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兒子 心地清潔 目標遠大 使他在指揮別人之前 先懂得 駕馭自己 親愛的弟兄姐妹 駕馭自己 簡不簡單 我以前小時候住在沙路 那我們知道沙路那邊 大部分海線都比較多流氓 那他們幾乎都在賭博 那他們在賭博的時候 他們的生命裡面 就是常常賭博 所以他們都會說 啊我外婆 我外婆 那有一個人呢 他就真的 賭到他們家 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 我再也不要賭博了 他真的把他的手指頭 剁掉 你知道嗎 八年後他又出現在那邊 又開始啊 在賭多少 我們知道 要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要改變我們 征服我們自己 簡不簡單 有人去戒酒 有人去戒毒 出來之後 他們覺得 我一定可以重新做人 但是呢 一年後兩年後 他們可能就被關進去了 為什麼 當我們要課己公身 當我們要征服自己的時候 我們要自己知道 一件事情是 我們人生的方向有沒有正確 你的人生的方向有沒有正確 有一句話說 勵志為善有得我 只是行出來有不得我 那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是 你人生的方向正確嗎 耶穌曾經說一個人 他講了一個經文 我覺得這一個經文 人子必要去世 正如經上指著他所寫的 但是賣人子的人 賣人子的人有過了 那人不生在世上道好 耶穌說 賣他的那個猶大 他說 那個人不生在這個世上道好 當耶穌說這句話的時候 言不言利 當你會罵一個人說 你不要出事最好啊 你會覺得他怎麼樣 怎麼生在這個世上 什麼什麼作為都沒有 今天 當你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你不出生道好 你覺得在神的面前 你活出什麼樣的生命 耶穌為什麼要把我們 神為什麼要把我們塑造在 一個有限的生命裡面 他為什麼讓我們 在時間到了 我們一定要離開 他那麼全能 他那麼厲害 為什麼要把我們塑造 在有限的生命裡面 他要我們做一件事情是 我知道神所做的都必有 永存無所增添 無所減少 神這樣是要忍在他面前 淨慰他的心 神要我們在他面前 淨慰他的心 然後呢 在新約的使徒行傳 他也這樣說 他說 他預先 就是幫我們預定講解 那他要我們做什麼事情 要叫他們尋求神 再來二十八節說 我們的生活動作都存由他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但是你知道你要尋求神 而且讓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裡面 真言二十八章說 當我們心裡存著我們 這是我們自己的時候 你就是愚昧的 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尋求神嗎 當你要立定 你要向你決心 你要改變你自己的時候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靠著神 你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方向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方向是什麼 所以經文提醒我們 要愛惜光陰 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 如果我們要靠著神 我們不知道我們所要行的是什麼 要愛惜光陰在企業界會怎麼說 你呢每天一定都要上班幾個小時 在這裡面你一定可以達到什麼業績 當你愛惜光陰的時候 你可能連禮拜你都犧牲說 我要去公司做業績 所以我不要來禮拜 但是你覺得保留所說的是這樣嗎 他提醒我們要愛惜光陰是提醒我們 我們要充分的利用時間 我們要充分的利用機會 我們要把那個機會贖回來 因為我們知道神要我們做的是什麼 要盡心盡益 盡心盡心盡益 盡力愛處你的神 再來就是要愛人如己 當你知道你要做什麼的時候 你才知道你要往哪個方向跑 在英國呢 有一個馬拉松白跑賽 可是他們是跑完之後才知道 他們都是白跑的 這是在去年的新聞 在英國的桑德蘭郡呢 他們辦了一個馬拉松的白跑賽 那四千九百九十個選手都跑錯 跑完的只有一個人 真正跑完全部的路程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做了什麼事情 那個人跟著主辦單位的機車 引導機車往前跑 其他的人都沒有跟到 所以這個比賽呢 沒有第二名也沒有第三名 只有一個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跟著神的引導走嗎 還是當我們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彼得就站在門口說 啊對不起喔 你們這些都白跑了 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要知道方向在哪邊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當我們找到正確的方向的時候 更重要的是 你要有正確的內容 在北極呢 有一個探險隊 當他們去探險的時候呢 我們知道都是冰原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指標 他們一定要隔一段期間 他們就停下來 他們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要定位他們的目的 免得他們走偏了 那這個探險隊呢 當他們在走的時候 他們發現他們第一次停下來 他們覺得奇怪 我們明明要往北 可是我們有點往南 所以他們就想 那我們再繼續走一段路 我們再定位 當他們再繼續走一段路的時候 他們第二次定位 他們覺得奇怪 我們怎麼還是在往南 這時候隊員就有說 那我們再走十分鐘 或二十分鐘 我們再試看看 當他們在走一段時間 在定位的時候 他們又怎麼樣 又往南 這時候他們發現了一件事情是 他們有可能是站在 飄移的冰山上面 所以他們雖然知道 他們要往什麼方向 可是他們站在不正確的上面 今天你知道你要往什麼方向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內心 你的生命裡面 要充滿什麼的時候 你有時候也不知道 要怎麼往前走 今天我們的經文裡面 告訴我們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乃是一個要被聖靈充滿的人 當你知道你要往神那邊走的時候 當你知道神會引導你前面的路的時候 你的內心如果沒有被聖靈充滿的時候 你不知道你要坐著來 因為你不知道你的方向在哪 你不知道你的內容 你的生命裡面要活出什麼 能夠更幫助你到神的面前 我們知道一個被聖靈充滿的人 他是可以活出神的生命 馬太福音他有說 到那日必有很多人對我說 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民傳道 奉你的民感鬼 奉你的民行許多的異能嗎 可是主耶穌告訴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 當我們奉主的民傳道 當我們奉主的民說很多的方言 可是當我們沒有把神放在我們的心中的時候 神會說我從來都不認識你 當我們只把我們自己放在裡面的時候 你沒有活出神的生命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會很辛苦 當你在服事的時候你受傷 你會覺得啊我受傷了 當你在服事的時候做得很累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沒有人支持我 可是親愛的弟兄姊妹 神拆開更多的弟兄姊妹 在其他的教會跟你做著同樣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活出神的生命的時候 當我們知道神的話語 在我們的心裡成為我們的幫助的時候 你知道你會做出什麼事嗎 你會讚美 經文說用詩章 宋詞 靈歌 對彼此說 口唱心和的讚美主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 你都知道你要讚美 在一本書叫做讚美的大人 他說讚美是你在困難的時候你也讚美 不是只有你在成功的時候你才感謝讚美 這樣神才真的在你的心裡 你才能帶出那個讚美的力量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知道我們要讚美一個人 真正從內心讚美他 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你一定要認識他 不然一切的讚美都是表面的 你只是跟別人在那邊一樣畫葫蘆而已 我們知道要真正的讚美 簡不簡單不簡單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當你認識神的時候 你會發出心裡的讚美主 你知道你要怎麼樣的讚美他 所以當你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你雖然看到很多黑點 可是你知道他是音樂老師的時候 雖然很多黑點 但是你知道他是可以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 當你知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時候 他甚至在你的生命裡面畫下羞子符 甚至畫下停了兩拍 停了四拍 停了四年 停了兩年 你都知道你的生命能夠唱出一首歌 再來當你知道讚美的時候 你就能感謝 我們要奉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名 你常常感謝父神 這個人是愛提神 他有一次他的實驗室被燒掉 那被燒掉之後就有記者去訪問他 跟他說你的實驗室怎麼被燒掉 他說我要感謝主 他說你要感謝主 那神為什麼讓你耳聾 他說當我耳聾的時候 我聽不出來別人對我的讚美 我就不會驕傲 我發明這麼多東西 別人一定會讚美我 當別人讚美我的時候 我一定驕傲 或許在我的發明裡面可能很糟糕 但是我騙不到別人的批評 我不會上知 我要感謝主 你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有沒有感謝主 再來當你被聖禮充滿的時候 你可以活出一個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福 要彼此順福簡不簡單 孩子要順福媽媽就不容易了 我的孩子現在都很歡迎我參反料 我就想說我一定也常常跟耶穌參反料 不要不要我為什麼要這樣 在教會裡面 我們每一個弟兄姊妹有不一樣的個性 但是我們有沒有彼此順福 當聖禮充滿我們的時候 我們知道很辛苦 你覺得我真的好氣他 可是你知道神要你們彼此同工 甚至要透過那個姊妹 那個弟兄來改變你的個性 所以我們活出神的生命的時候 你會發現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容易 但是在主耶穌的恩典裡面 你會改變 你能讚美 你能感謝 你甚至在你的家庭裡面 你能彼此順福 你的妻子 你的丈夫 甚至是孩子能夠順福爸爸媽媽的教導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人說人一生下來 就是開始走向絕望 因為我們開始邁向死亡 但是身為神的兒女 我們知道我們走向的是一個盼望 一個神給我們最大的祝福 今天在這個世代裡面邪惡 魔鬼每一個天都在影響我們 他希望把我們拉走 但是盼望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知道主在我們的心中 有一個得勝的地位 讓你能夠活出得勝的生命 我們要一起來唱一首歌 這首詩跟我們都很熟 彩虹下的約定 他在歌詞的副歌呢 他說主定為我預備 擺設了生命的盛宴 每一個人都有跟人家做約定的時候 你小時候也一定跟一個人做約定 甚至你曾經在你的家庭裡面 跟你爸爸做過約定說 等你老了我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跟你的女兒說過 等你那個考試考完 我一定要帶你去遊樂園 有時候這個約定 當你記得的時候 你會實現 可是當這個約定有時候 當你忘記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人可能還在期待 還在等待 神跟我們之間也有一個約定 祂希望我們能夠敬畏祂 尋求祂 這個約定有時候神一直記得 可是我們已經被電視 被聲音 被我們的工作都迷惑 親愛的弟兄姐妹 願我們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讓我們空虛的心靈得著安慰 彩虹夏的約定 在周報的十一頁也有 我空虛的心靈 終於不再流淚 期待著雨後 我平凡的彩虹 平凡的彩虹 書說你我的約定 我不安的腳步 終於可以停歇 祝你為我 拜承了神秘的神秘 提著安慰 與你有約是永恆的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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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為家 千古不變 我要高高 為生與喜悅 萬物送你的死來 到最初說你的愛 我們一起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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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空虛的心靈 終於不再流淚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вп祝你的愛 神於口 平凡的彩虹 書說你我的約定 我不安的脚步可以靠着神安歇 我不安的脚步终于可以停歇 神已经会预备丰盛的心灵 因为我摆设了神秘的神秘 我们要一起抓住这个音讯 与你永远是永恒的恋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心灵 到底是说你的死爱 到底是说你的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把眼睛闭上 还记得你刚刚有想一件事情 是当你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要告诉神 你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 你有两件事情还没有做 那件事情是什么 盼望我们在这个时间跟神约定 告诉神你所欠缺的 你所需要的 神就要跟你立约 告诉你 给你一个平安的讯息 因为神是给你的平安 神是给你的应许 不像别人所答应你的 而是一个 真本圣经都实现他的应许的处 要亲自来告诉你 他要把那个平安的讯息 放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可以透过祷告 跟神说 你所需要的是什么 亲爱的天父 会把这样你所欠缺的 大大的祝福你 加天在你的手上 让你重新得力 让你在失智的时候知道 他所赐给你的力量 是超过你自己可以的力量 甚至你可以 透过你自己成就神的荣耀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工作甚至 在你的孩子的教育身上 主耶稣都要大大的祝福 你为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唱福歌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正 千古不变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 彩虹为正 千古不变 我要高高 奉向你喜悦 我要问他送你一次 大大的祝福说你的恩怨 与你有约是永恒的约彩虹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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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 谢谢你 爱我们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在低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满心没有盼望的时候 但是你借着你的复活告诉我们 你要让我们这睡着的人跟你一起 主耶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甚至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甚至在我们的孩子的教育里面 我们可能已经灰心上次 我们已经觉得我们不可能 我们觉得我们不可能 能活出你要给我们生命的荣耀 要给我们那个得胜的生命 但是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透过几年的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惜光与 我们要让你的圣灵 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能口出赞美 我们能感谢 甚至我们能够彼此顺服 让我们重新找回那个得胜的地位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帮我们握在你的手心里面 如同宝贝一样这样的爱我们 让我们的身体得着你的医治 让我们破碎的心灵得着恢复 主耶稣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姐妹 交托在你的手中 愿你用最大的祝福祝福他们 如果他们有所欠缺的主耶稣 你就为他们开路 如果他们身体需要抑制的主耶稣 你就抑制他们 谢谢主耶稣把你这样的美好的祝福 放在我们的身上 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